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师父 有个问题 是这么说的 他说 镜头法文 为特别法文 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建议 十方一切诸佛说物念 也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大愿 八万四千法文 作为通途法文 必须断货才能两拖身经历三大阿生期间 然后他就比如说 修镜头法文 修镜头法文就是 比如 城上火箭飞船到达目的地 那么通途法文就是一步一步走路 达到目的地 我现在一直想请师父 他这两个比喻 是否正确 或者说我们从心心上来讲 我们参照了两个 净土法文和故土法文的修法 那这个 讲这句话的可能 他平常在交通部门做事情 就是火箭 还是高铁 这个 念佛法文当然是十方诸佛 异口同宣 因为那年无量光无量寿 你称那个名字时 它就能够启成一切其他的绝照现前 你明白那个大绝石 虽然刚开始只是称名 你心中有那个明目时 你不要小看那个明目 那个明目若在决心 就是大师之菩萨原童章讲的相光庄严 你将来发现 决心它就是有如是的作用 它就有如是的智慧跟力量的 只要你知神恳切 面对哪个明相时 那个明相就能活在你心中 你活在世间是如是 有如是智慧的 你将来活在初世法中也是如此的 那为什么讲说阿弥陀佛这句话 是十方诸佛异口同宣 因为你知道那个无量寿 无量光时 他可以看尽所有的一切感受 现前处他都知道都是觉性 那叫无量诸佛 那叫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同宣的是什么 就是这念无量光 学心照照黑时 你不知道黑就是绝吗 所以在黑绝上仿佛叫异口 但异口当前他就会告诉你 那个根本的能绝黑绝白的 那个根本无量光不是吗 所以阿弥陀佛一句 真的是十方诸佛异口同宣 但是他忘记 现前你不是能知道一些觉吗 那叫通途啊 你不知道通途 你哪能知道那个无量 你哪能知道那个根本呢 所以通途跟他讲的他叫什么 他说他是根本 净土跟通途是吧 他没有说他是根本 所以假如这念净土 他现前的时候不能通达通途 他叫什么净土 一心之法就是你随你所举一法 他就能够通遍一切法叫通途 对吧 从念佛之中 他就能在念佛阿弥陀佛 这个相光庄严底下 他就能够看到 从这句名号心中夺得智慧 他一定能够知道心中的根本不二 他一定通禅宗 他一定看到这念决心之中 他念念能成就一切法的根本生命 他通密宗 他可以看到这念无量寿 无量光呈现一切法时 一定不坏大决心中的根本净律 他通律宗 所以你也在行为之中 你都知道哪个行为是坏你 无量光 无量寿的决心 哪个行为是增长 增上无量光 无量寿的决心 这是律宗 律宗 律宗行然 他念佛能够增长律形的下手处 禅宗你参那个不二时 那个不二在哪里参 不就参这个无量寿 无量光处吗 什么叫无量寿 无量光 就是一切念头之中 你都知道是绝 那不就是无量光吗 所以过去禅这个禅食 你或许直下在你根本自信之中的 智慧中体会 但是你在智慧中体会的 其实它就是原具你心里面 念明了那一句阿弥陀佛 那一个名号而已 对吧 就像你向善的人 你行八万四千种种善行 事实上他就在你心里深处 为你原具一个善人的名称而已 一个善行的名称而已 他同时收摄时就是一个名号而已 所以这个禁途怎么还可以跟通途比亮 他不知道这一念禁途叫无量光 那哪有通途 通途不就是无量光吗 你照见不了通途 你怎么守在这里叫无量光呢 叫无量寿呢 绝无是处 所以你明白念佛的人 他学一切法才是火箭 你明白一切法的人 见到这一念决心 这一句弥陀才是火箭 所以要知道是火箭 依法是火箭 法法都火箭 他绝对不会说 因为念阿弥陀佛是火箭 那其他的所有的那些通途都比较慢 就好像我说我修善 我念念向善 念念学善人的名字 我将来念善人的名字啊 将来成就比较快 其他什么善法 什么修什么善法 善行都比较慢 你只有名字 你没有行为的 你的行为都比较慢 那你叫善人的名字吗 那个名字跟你根本没有关系 你善人的名字 若是真的在你心中 能够身具如是名 你的善行当下限 你的一切智慧当下限 不就是如此吗 那这叫通途吗 所以他光写他自立的名字 都有点奇怪 何况他还写上什么火箭那些 那这些啊 尤其是现代学净土法门的人 常常攀缘自己所学 然后逆逆之间 就是轻蔑其他法门 但他不知道佛门之中 他从来都讲这一心 今天上课都讲了告诉你 你如果还有心立心 那都是邪宗 何况他还立一个 我是净土宗 对吧 你看禅宗 讲的不二 禅门日宋 你打开来 念佛的是他 对不对 持咒的是他 学一切法的是他 他就是让你体会那个不二 假如你还认为说 我是禅宗 其他的法门跟我不相应 你就是二 我为了看你的心中的根本智慧的不二 我列一切法 一切法不同的 种种行门 那种差异 就是考验你行者 你在接受一切法时 你是不是知道 你要正的就是你那不二的本性 净土宗也一样 净土宗叫什么 既然叫净 叫无然 叫无然 所以它叫净业 就叫无然 你若是还有什么禅宗跟我不一样 密宗跟我不一样 你就是有染 你就是有染 你念的就不是无量光 因为这无量光就是阿弥陀 无量光是你决心的根本名像 根本名号 你不能抓着名像 名号说我叫无量光 但是我所现的一切光都跟我 它叫通图 我叫快捷 那怎么可能 所以这种人说法 这种言辞 就是根本不是念佛人 他念的都是一天到晚 打尽那种无名 打尽妄想 打尽共高我慢那个念头 你要真念佛人如相光庄严 你懂得一些诸佛的智慧 懂得一些阿弥陀佛的那种智德 那种氛围 你自然看一切法时 你都能够在一切法中 体会出无量光无量寿的道理 就好像你是个画家 你若是真正你的画意纯熟时 你走进任何时间 你是画家 听到的音声 感受到的触觉 你都能够当下 在心里把它谱成为画 对吧 你是个音乐家 写音乐的人 你走到任何地方 看到种种颜色 或者是触觉 你在内心之中 你可以把它谱成图腾 世间法中若发那一心的人 他走进种种差别的环境里面 他都找到那个差别 跟他相应的地方 如何你是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 你看金刚经 你觉得那是通途跟你不一样 你看禅宗 那叫通途跟你不一样 你看任何地方都跟你不一样 那你还是念佛的人 真的念佛的人 叫大念佛人 你读金刚经 你看到讲般若时 你就知道般若智慧之中 他讲的是无量寿 无量光的根本心中的祸 你看到禅宗讲的道理时 你就知道他是讲的 无量寿 无量光的 本来流出智慧的不二 那担当的不二 跟你讲禅 你也知道什么禅中 所体会的那个无量寿 无量光 跟你讲密 你也能体会密中 给你传达的那个 无量寿 无量光的得性 得相 我说你才是 懂得一心念佛的人 对吧 所以一些世间人 他用心用到深处 他的一心之中 还能设一切差别 我们如何修心的佛门弟子 用一个法门 你却天天跟你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法门也是心 你却天天拿着这个心 跟你其他的心比亮 那就是那个将来 避走歧途 避走歧途 你要是 他要是真正知道 念阿弥陀佛以后 再也没有这种妄想 在念阿弥陀佛以后 因为无量寿 无量光 所以他可以深入一切法 就这一句佛号 佛名 他可以深入一切法 叫一门深入 就是从这个一门出入 他可以入一切门 叫一门深入 他假如都是这种思维 都是秉如式的发心 我说他如灯火箭 他才是灯火箭 那其他的那就不叫火箭 那叫不叫火箭